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四课 组合类型数据绑定的使用 在学习第四课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 我们看到上一节课的页面 我们上一节课留的家庭作业是希望大家在做循环绑定的时候 当中文名为地球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后面要输出一个中文字家 要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首先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回到循环绑定体内 找到绑定中文名字这一块的地方 因为Knockout当中它是支持语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 编写一个条件判断语句 如果中文名字等于 这里有个小的注意点 就是databind的外面是双引号 那么在其中的这一块js的语法写的时候 就用单引号 这样子会减少错误提示 Chinese name等于地球 则输出 中文名字 加上 加 如果不等于地球 那就直接输出中文名字 我们保存代码 打开页面 刷新页面 我们看到地球后面显示了 加这个标记 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我们这边是html的格式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体内 编写html代码 保存 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加的标记就加粗了 好了 我们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 就回顾到这里 好 我们今天进入第四节课的具体内容 第四节课主要讲的是 组合类型数据绑定的使用 在我们日常的开发过程当中 很可能会碰到下面这样一种场景 有三个文本输入框 分别输入年月日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组合显示出年月日 也就是日期 好 我们先回到代码界面 把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先编写出来 首先我们在ViewModel当中 定义三个变量 year knockout的默认语法 observable 默认之为零 拷贝一下 mounce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DIV当中 新建三个文本输入框 DateBind Value 因为它是文本输入框 所以我们这边写Value 第一个为year 拷贝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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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为 对 好 我们保存代码 好 输入年月日的文本框 已经都定义完了 我们还需要在下面定义一个 span表现 用来显示 当前输入的日期 经过前几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在这里 要在span当中 把用户输入的年月日 完整的输出出来 需要写上DateBind 因为这里是直接输出 所以是html year 中间用一个小的横杠 来分隔 unce 好的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页面 我们发现在date后面 居然输出了function 很明显 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拼接year month 跟day这三个变量的时候 直接输入的是year month 跟day 而我们在定义 这三个变量的时候 其实是调用的 knockout的默认方法 就是observable 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它本身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在拼接 这三个变量的时候 需要写成year 括弧 month 括弧 还有 day 括弧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由于我们现在year month 跟day 都是空字不算 所以我们data输出的 就是中间 我们所定义的两个小横杠 我们在year当中输入2008 month当中输入8 day当中输入8 这也就得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但是现在 在我们正常的开发过程当中 类似这种 data的数据 可能用到的次数会非常多 而每一处用到的地方 都要去拼接year month 跟day 这三个变量的时候 每一次用到 都要去拼接 这样的做法 在我们看来 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knockout当中 提供了组合类型的绑定 也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看一看 如何使用组合类型绑定 我们在viewmodel当中 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date 这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 knockout的默认语法 叫computer computed 一个匿名方法 将self传给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调用 viewmodel当中的变量 我们在这个匿名方法当中 要return一个值 而这个值也就是我们这个date 变量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数据 return的值也就是我们刚刚在 html表现当中绑定的这一串 我们把这串抠下来 这里直接这样返回 是会报错的 我们需要在year前面 加上self 也就是调用的viewmodel当中 我们定义的yearmonth跟date 这三个变量 另外我们在这个span当中 绑定的语法 就不需要像刚才那样去拼接 yearmonth跟date这三个元素 而只需要直接写上date 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代码 刷新页面 在year文文本框当中输入2008 month当中输入8 date当中也输入8 OK 同样的效果我们使用Nocout当中提供的组合类型数据的绑定就达到了 通常我们的日期可能显示的后面需要一些特定的格式 比如说年后面跟上的是中文字年 月份后面月 这个后面再加上日 好我们保存代码 刷新页面 2008 8月8日 你可以为Data这个变量返回各种格式的日期数据 以适应你在业务需求当中每个地方的需要 我们现在将Data绑定到一个 input标签当中 因为是文本输入框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写Value 我们保存 刷新页面 2008 8月 8日 在正常的业务需求当中 我们可能会碰到 可以直接在这个文本框当中输入年月日 而不是在上面三个文本框当中分别输入年月日 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可以处理的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 knockout的另一个默认绑定方法 叫做ko.pure computed 而这个方法当中 是一个接生对象 第一个属性 write 写入 第二个属性 read 读取 第三个属性 owner 所有者 这里我们再次把self 传入 保存 这里 read的这个属性很容易理解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data这个变量 它最终返回的值 一个匿名函数 一个匿名函数 返回的值可以直接使用上面我们定义过的 year month 跟day 然后组合上年月日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个write 也就是说当我们绑定data这个变量的时候输入的值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它 同样是一个匿名的函数 它有一个参数 value 这个value也就是说我们绑定它到这个input标签接收到的值 也就是这里的value 这里我们只需要根据年月日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value当中的年月日这三个值具体的值是多少 好 我们定义第一个变量 index of year index valuedindex of index of month 最后是index of date 好 我们先获取第一个值 也就是年的值 将获得的值 赴给saleofyear 这个属性 substring 从零 从零 the index of year 这里 ==代表的值 第二个值 第二个值 その值 其他值 anche 然后 之 呢 GIE the index of MONTH, DATE, SUBSTREAM, INDEX OF MONTH, GIE the index of DATE OK,我们保存代码,回到页面,刷新页面,我们在夜当中输入2008,8月,8日 这时候,在我们绑定DATE这个变量的INPUT标签上面,我们可以去改变年,比如说把2008年改成2007年,移开 我们这里看到,这个DATE的值已经变成了2007年8月8日 而这个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将组合成为DATE这个变量的year的值,复成了2007年 同样的,月份跟日都是可以这样改变的 改成6日,改成9月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看一下DATE这个属性 它里面的WRITE 主要的核心就是将组成DATE的三个属性 year,month跟day 去分别编辑复制 这样子,也就使得这个组合变量 可以去进行编辑 我们总结一趟本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回顾了上节课的家庭作业 然后,我们列举了一个简单的组合类型的应用场景 接着,我们使用组合类型数据绑定 开发了这个应用场景 也就是年月日组成的一个组合变量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年月日的组合变量 实施了数据的格式化 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可编辑的组合类型的数据 也就是说,绑定的这个组合变量 它是可以编辑的 而其核心只不过是将输入的内容 分别绑定到组合该组合类型数据的三个不同的变量上去 好,在结束本节课之前 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是可以直接输入年月日 但是如果用户输入的不是数字 我们就应该提醒用户 这里应该输入数字 那么请大家完成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当这个文本框当中的年月日前面输入的不是数字的时候 我们应该提醒用户请输入数字 并不接受用户输入的非数字的变量 本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